各位官员,大家好 主席我想请部长跟董事长 谢谢 两位请 西伟你好 部长你好 部长,我们都非常清楚 今天这个会或是 整个大家委员的关系 就是说油价、电价都要涨 那历次的涨价,起起伏伏 没有时候这次像调的 听说啦,记说啦,我也不清楚 调的数十几个百分点 那这样的话是对于人民的冲击是相当大 对不对,部长 这对人民的确是有影响,我们了解 是的 那你如果是说动不动就一涨价 找人民开刀 那这样是不是也不对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假如今年都不挑的话 在目前的燃料价格的话呢 今年可能会增加 增加亏损一千两百亿 这个洞是越来越大 到后面是越来越来 部长你既然是这样讲 这会亏损一千多亿 是的 那你这个数据 这个开类公式是如何 你清楚吗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目前台电的成本 一度多少钱 售价多少钱都知道的 一年大概是卖总共大概几千多店 这个也小的 所以这数目很容易大概估得出来 跟委员报告说明 那你的意思就是涨价来填补这个亏损就是了 这个不能说叫填补亏损 就是说我们预期重新的发生 就是我们两千三百万来递补 你们就是找借口了 就是这样子了 因为整个国际 人家就一直往上涨 那假如台电没有政府 有裁员去补贴的话 因为你这个行业 部长这个行业是寡占 你们要怎样调 要减要加要涨 都是由你们在操作 我是认为调也有调这个顺势嘛 我们如果是说CPI 我们连度没有这样涨滑嘛 这要考虑清楚嘛 是不是部长 我想你这个经济部长 你也非常清楚说 这个涨价应该有一个幅度嘛 一下子你如果这薪水有没有调 薪水有调到十几%呢 应该是没有的 我们在考虑过程里面 对于CPI的影响 对于GDP的影响 你要让它美化又好看 这个事应该都是你们的数据 部长我再请教你 既然是这样子 我想我这几天也有清理你们一些 那个就是说被占用的一个房屋跟土地 我们从媒体看到了 你也清楚嘛 那被占用的土地 你也知道说 如果你动不动就涨价 拿人民开刀 那你为什么自己你们的一个 自己内部为什么不规范一下呢 来 站的多久了 你们在媒体较表示说 从日记时代达到现在 那合理嘛 ha 土地可活化利用啊 房屋可以租租金呀 我原谈的可能中有那一部分 哪哈 是你管的啊 你应该清楚啊 你有代表在 台电也是啊 台棠也是啊 台电董事长坐在这边 也是啊 不只是中油的部分啊 是不是这样子 我刚刚指的例子应该是中油的 我再猜啦 我当老师还是告知你 当然是中油啊 台电也有啊 台糖也有啊 不用猜 部长你不用猜 我跟你讲就是 中油台电台糖通通有 你知道吗 我晓得 那中油的董事 那个台电的董事长在这边 中油他们今天人没有了 但是也是经济部在管啊 不是吗 但是呢那个到底是 内容是怎么样 是不是每一部有什么状况 我想这个需要由中油这边来提供相关的信息 由他们来提供 就说到底是哪个地方 部长你既然是这样讲 那我清楚 既然你由中油来提供 那我想我在这边 我在呼吁部长 如果你这样讲的话 我希望 是你以前 把这个中油 他所有的 被占用的土地 房屋总共多少 列清测 还有一个时程 哪个时候可以追回来 好不好 我们愿意列个清测给委员做参考 谢谢 谢谢你 言之过早了 我说我希望你在4月30号以前 可以把所有的资料相关 被占的 可不可以给你明细 好不好 我们一定会用最短的时间 因为我不晓得到底 这边清测多少 那么是不是要重新造测 但是一定用最短时间 跟委员报告 这样子 好 那再来的话 我再请教部长 因为我从这个数据上 从各个你们 你所属管的国营事业 当然对于弱势这一块 很照顾 我们看了 也是很清楚 那既然你那么照顾的话 我想台湾人民 你们国营事业 自己本身也应该要争气 要争气一点 对不对 是不是 是的 是不是 是的 那问题点说 在两年前的时候 我看了 我今天看了一个报道 那当然今天 又是中游的 不是太电的 他是讲的 他在媒体 你刚刚讲说 那个新闻在媒体看到 我今天这个也是在媒体看到的 也是中游的副总经理 他叫林茂文 他强调 他现在是总经理 对 两年前是 因为 对 对对 没有赚钱都升官 两年前是副总经理 没有赚钱都升官 副总经理变总经理 他在两年前 他大落了 对着媒体 对着大家的 在利瓦恩 他公开 他公开表示哦 他讲是说 他要活化土地 他要利用 利用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房金地段 要活化 既然他讲说 如果 他有几块地说 荣江路 还有 承德路 还有 两块地 还有一个官渡的自强路 有三块地 他说他这个可以创造商机 可以创造一百亿耶 那现在两年后了 是不是有没有创造 部长你关心一下 好谢谢 给我一个打呼好不好 好 他公开的讲说 两年内他可以有商机 百来亿 那 那我跟讲部长 以前的 中油的副总经理 这么会赚钱 台电的总经理 也非常的会赚钱 我想 不需要说 油价 加得这么离谱吧 我们会把委员 我们会把委员刚刚提的几块地的现况怎么处理的目标怎么样给我们做个报告 谢谢 这样子 再来呢 那那部长因为前几天 哦 民进党有开个公天会嘛 是不是 是的 你有参加嘛 台电跟那个中油董事长都有参加 我们部理次长也有参加 你们黄处长有参加嘛 对不对 是的 那你们的态度是如何啊 我们当然觉得中油台电 有很多的经营改善的空间 嗯 我们应该来进行 好 那有四个面向考量啊 一个是迹象 是的 好经营绩效 采购制度 一个人事制度 重点在于民营化的一个进程 我们来谈一下民营化的进程 那你的看法呢 基本上台电跟中油是不太一样的啊 那么中油已经编有55%的这个议算呢 在立法院 在立法院 那么立法院要求中油公司要跟工会沟通 起了工会的同意之后才来执行 那目前我们积极去跟工会沟通 好 那这个民营化的进程 你们这边都讲得非常清楚 台电有15%要事故嘛 对不对 目前是5%是 好 那事故因为你在 一二十年前就说要民营化要事故嘛 好 那你这个议算都有编出来 事故议算都有编出来 对不对 目前都在议算数里面都有 有嘛 那这个可以保留几年 这个可以保留几年 这样四年的时间你每年的时间在上 每年常常在出来 暖 不是不是,根據國營事業管理法跟電華的規定 油價公事要送立法院,但是電價的價格本身是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就可以處理 喔,那你是法定規定,那所以說,你就為首意為可以漲價就是喔 而且剛才董事長發布,這整個的程序在民國95年已經走過一次了,97年也走過一次,都照這樣做下來的 好,那部長你如果是說,不管你變不變啦,我還是回歸到最後一個結論 我希望你剛剛你要給我的承諾的一些那個計畫,時程,我希望你事業底交給我,好不好 好,好,好,就由中央主管